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SATA已经研发出革命性的全新一代喷枪和喷嘴系统 SATAJET X5500 我们这革命性的喷嘴系统将令您体验到更多的涂料节省 您将受益于优化的涂料分布和进一步改良的物化效果 在应用过程中,您会享受到明显降低了的噪音水平 最后,无论是哪种涂料,哪种喷涂方式或条件 每个喷涂技师都能找到适合它的完美配置 到目前为止,采用RP和HVLP物化技术的SATA喷枪的主要喷嘴型号 喷浮扇面一般都是有相对较大物化区的椭圆形 基本上比较适合快速的喷涂方法 而不同喷嘴的喷浮扇面有时是长度,有时是宽度会不一样 似乎喷嘴口径,扇面形状会更大、更小、更宽或者更窄 物化和膜后也会有非规律的差异 涂料流量的增加是非线性的 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呢? 基本上是由于当涂料厂商在推出特别的涂料时 需要开发和创造特定的喷嘴来配合它们这种涂料的应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喷嘴的喷浮扇面形状是根据该种涂料的喷涂需要而研发的 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用于其他涂料 然而,扇面形状本身并不是研发时所考虑的根本因素 每当有新的喷腔推出 喷漆技师通常会选择跟之前喷腔一样的喷嘴型号 但如果新喷嘴不完全符合它们的要求 它们只好使用以前的喷腔型号 这情况已经过去了 随着X5500的推出 每位喷漆技师都能轻易地找到适合它的完美解决方案 每个喷嘴口径,它们都可以选择O喷嘴 以速度比较快的传统SATA风格方式喷涂 或者选择I喷嘴的平行喷浮扇面 以速度稍微慢一些但更好操控的方式喷涂 在相同的涂料和喷涂气压的条件下 O或者I系列中的所有喷嘴口径 喷浮扇面的长度和宽度都是一致的 从1.1开始 喷嘴口径以0.1的级别递增 而涂料流量则相应线性地增加 现在,每位喷漆技师都有机会选择最佳的SATA喷嘴型号 跟它的个别喷涂方法完美同步 要做出没有任何妥协的最佳喷浮图案 除了环境温度和空气湿度之外 还有许多相关的因素会影响 那么,你该如何选择合适的喷嘴口径呢? 很简单,你可以访问SATA官网 使用手机程式 或者使用印刷版的SATA喷嘴选择器 帮助找出正确的喷嘴型号 请必须遵径涂料厂商的建议 SATAJET X5500还为您带来什么好处? 由于删除了单独的空气分流环 因此节省了一个需要维护或者更换的配件 尽管我们这款革命性新产品 能为你带来前所未有的愉快喷涂体验 然而,小心和定期清洁喷枪依然是你的责任 SATAJET X5500 在每个方面都是革命